上個星期就收到AirTag 跟照片一樣,真的是一個很強的物件追蹤器 AirTag上面一個洞都沒有,非常依賴配件 我經常覺得AirTag除了行李帶和扣之外 其實它還有很多其他用盤需要更多的配件 所以這個星期我就花了一點時間 在我的iPad上用Sharp 3D畫了6款的AirTag 3D打印配件 我已經將它們全部3D打印出來 今天這條影片我會和大家一起看看這6個設計 並且秉承我Channel一貫的作風 這幾個設計我都會免費下載 如果你家中有3D打印機就可以自己印出來使用 也是一個Open Source的形式 我會上載一些檔案,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自己去修改 在這條影片我稍後會和大家講怎樣下載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最尾 先講航髮機,我設計了一個橡筋座 橡筋用一些女生髮頭髮的TPU橡筋圈 非常強的油韌性 安裝很簡單,將兩邊綁緊 然後穿過前端的兩隻機翼 就可以穩固在機身的背部 這個位置就算你接上Mavic 又或者你換電 其實都不會有阻礙 這裡用橡筋就是想做一個Soft Mount的設計 根據我過往設計FPV機架的經驗 在一個強烈撞擊之下 其實Hard Mount反而會輸蝕 因為它會一撞就脫掉 但如果Soft Mount 其實它就會有一個叫做elastic collision 在這裡 簡單來說就是射力 反而在這情況下 Soft Mount是沒有那麼容易飛脫的 加上AirTag的Mavic 簡直是如虎添翼 你的Mavic 搖身一邊 就會多了這個精確搜索功能 例如當你的航拍機炒到草叢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去搜索你的航拍機 我們都試過在30米的範圍裡面 大概用了5至6分鐘 其實已經很快去找到我們的航拍機了 好了,現在就安裝了AirTag在Mavic上面 現在就試試它實際起飛的情況 OK,成功! 接下來就講單車的追蹤器 裝得追蹤器當然就是防止自己的單車被人偷 這裡都是做一個陷入式的設計 一拍就會進去了 只不過其中一面 我就做了一個全黑色的設計 方便你可以將它隱藏在你座位的底部 都見到啦 很簡單 用兩條索帶索住兩邊 其實已經裝得很穩陣了 試想一下責人偷了你的單車之後 然後當然第一時間就是瘋狂地踩啦 希望越來越遠就越好啦 危急情況之下 相信它都很難發現到 銷毀的底部其實是一個追蹤器的 你就可以把握這個時間 在iPhone上面去追蹤這個偷車冊 然後再找它出來拿回你的單車 接下來呢 最基本也有這個鎖匙扣樣的設計啦 坦白說 就沒有Apple的鎖匙扣那麼漂亮啦 但是呢 就叫做一個便宜一點的選擇給大家啦 那我就覺得在自己身上戴著就未必會啦 但如果在狗仔上面 當一個鎖匙扣圈呢 其實都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來的 其實針對狗仔的頸圈 這邊也有另一個設計啦 那就是這個呢 帶扣的設計 又是啦 內嵌式設計啦 遲頭反轉都可以的 那一頂踩進去 那就可以安裝到啦 那這裡呢 我就拿一個普通12元店的狗帶 跟大家去試試安裝啦 那很簡單啦 大家看到呢 其實就是把帶穿過兩旁啦 然後把AirTag就放在中間的位置 那就可以安裝完成啦 那這隻狗狗懂得說話呢 我都幾肯定 它會說要用這個軟膠扣的 因為軟膠就沒有那麼硬啦 不會像鎖匙扣一樣 除了舒服程度之外 就是鎖匙扣很容易飛脫 而這個帶扣就不會的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帶扣其實是會好一點的 這個帶扣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 因為它是所有扣裡面最萬能的 除了狗帶之外 心弧上面你見到的所有帶都可以扣得到 當然你可以把AirTag放在一個袋裡面啦 但是這些發射接收東西 你說放在裡面跟外面沒有分別 我就不太相信啦 還有看你接受程度去到哪裡 我自己覺得AirTag 其實都可以用來做裝飾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 都不算太high profile的 你都可以把它整成一條Airtag的帶 我會綁在任何物件上面 那我自己就應該會綁在我的腳架上面 因為拍Youtube以來 我已經不見了三支腳架 可能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希望現在加了這個AirTag的帶之後 就可以減低不見的機會 接下來就是一個夾扣 其實就是航拍機的環 再加一個add-on的夾 就是配件上面的配件 這個玩法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另一件部件 你可以用其他物料去印 好像這裡的夾我用了PLA去印 因為這個夾是需要有一定的硬度 之餘有一個油韌性在這裡 平時的AirTag放在袋裡面 就會就這樣丟進去 然後就扔來扔去 如果有一個夾 就可以夾在某些位置 這樣就會乾淨企理好多 接著就是AirTag的GoPro轉插 我會形容這個是AirTag對外的窗口 GoPro大家都認識 在外面已經很多年了 基本上它出的配件是多不升數的 現在這個轉插 可以容許你把AirTag放在任何的GoPro配件上面 有了這個轉插之後 基本上你可以說 AirTag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GoPro的背包快拆扣 其實還有很多的 例如有這個GoPro的單車路面 GoPro配件 我台帶在Honda什麼都有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用得到 可能我有一天玩降散 我怕自己不見了 我把他放在身上都還沒頂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用 但怎樣都好 就讓我出去給大家 怎樣去下載呢 我已經把所有的設計 上載在我自己的網站上 大家在影片的角落 按連結就可以去到 下載的時候 大家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這個創作者 之後大家就可以免費下載到3D打印檔 今天大家看到的所有配件 都是用FDM的技術去打印的 物料上面 我就建議大家用TPU去打印 因為如果用PLA的話 你會拍不到AirTag進去 而且會弄花 今天要說的就差不多了 最後都說一說 其實我最近頻道 是說多了Tag的東西 我少說了3D打印的東西 但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不說3D打印 只不過我想我的頻道是多元化一點 所以就出了很多其他的影片 今天有機會 其實我都會很想去介紹3D打印給任何一個 停在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我又介紹我的頻道 我是Neo 我的頻道會做很多Tag Review 也都會說3D打印的東西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請你幫我做三樣東西 喜歡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打開小鈴鐺 大家要做齊以上這三樣東西 下一次YouTube才會推我的影片給你去看 所以大家麻煩了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期待會兒